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在某一个失眠的晚上 我没有丝毫预兆地崩溃了 想到我的设计稿已经改了很多次 始终没有通过 我觉得自己很差 想到账户里千辛万苦省下来的钱 可能连牙齿的根管都治疗不起 想到已经好几年没有出过远门 每天睁开眼睛 到处都是零不破的天花板 我经常会有那种再这样下去 人生就废了的沮丧感 而内耗则会在最脆弱的时候找上我 前段时间我的内耗很严重 吃饭吃到一半 我会咧着嘴在我妈面前嚎啕大哭 她没见过我这样 生怕我产生抑郁的情绪 于是偷偷地就跟我爸商量着要怎么办 奶奶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她用她活了几十年的智慧 把我这只小迷猴 轻轻收紧了长心 她总说想我 要我周末去看她 于是那会儿每个周末 我都会在她身边做帮工 她从来不会问我工作怎么样 生活可还好 她只是天天撒娇 一会儿说年纪大了 哎呀 搬不动那个花盆 你帮我一下 过一会儿又说 菜豆粉装好了吗 给我瞧瞧 晚上睡觉之前呢 脸哄带骗的 让我第二天跟她去找事买鱼 起初都是她叫我动手我才动手 后来次数多了 也耐不住好奇 我想知道 剥豌豆有没有巧劲 什么样的果子看着就甜 想知道哪些花儿洗阴 哪些要晒太阳 在这时中我最想知道的 是上一次我种下的那颗种子 它什么时候会发芽 我就是这样跟在奶奶身后 按部就班地做着事情 不聊人生 不聊压力 却意外地少了很多焦虑 那天我跟奶奶说 我好像恢复一些了 奶奶笑得特别实在 她说你们这群小孩啊 老是想着要跳过一些步骤 生活就跟种花一样 把下一步做对 才会有好的结果 我琢磨了很长时间这段话 想明白之后忽然发现 我的奶奶原来是个哲学家 我把这句话设成了手机壁纸 它是我每次心慌时候的有效药 你也可以写写看 人是植物 生活是种花 工作量大的时候我会按照奶奶说的那样 把要做的事情拆成一步一步的 然后专注于当下 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也不再觉得自己 同情得像一个机器 因为每天推开家门 我都有可能看到种子会发芽 有事做 有期待 不去想那些 可能超出能力范围的未来 奶奶用朴素的道理教会我 怎样在起伏不定的生活洪流当中 把自己的路走得稳稳当当 说实话 这些道理我早先不是没想过 但我从没试着让它落地 其实简单的方法里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前提是你要去做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观点说 想要把生活过好 可以试着像农民一样去思考 选择适合植物的土壤 这就是找对自己的轨道 要灌溉施肥 积极地应对人生 要记得定期地清除杂草 就像在筛选身边的人 当然 就是不要责怪你的庄稼长得不够快 因为成长是需要等待的 焦虑其实是因为我们想了太多 太远 从而失去了对于当下的掌控感 而摆脱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 在有秩序的生活当中 找到你内心里想要的东西 我最近看乐队的夏天其中有一句歌词 它是用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来的 那句歌词是 我们半推半就的人生啊 要怎么过呀 当时弹幕一下子多了起来 因为这是每一个 渴望爬上人生海岸的年轻人心底的声音 意外的是这首歌快唱到结尾的时候 满屏滑过的都是特别充满力量的花 他说希望大家以后落泪都是因为幸福 另一个人说不要因为别人都交卷了 就乱写自己的答案 还有人说要努力地活着 你一点都不弱小 他们说哪怕平凡人的普通生活 也仍然有隐秘而热烈的希望 我想说的是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在为生计 为婚姻 为爱而不得 为梦想的幻灭而经历了无数的痛苦 那些失眠的夜里哭着咽下委屈的人 和那些每天焦虑于未来的人 是你也是我 重启人生听起来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但就像奶奶讲的那样 这次让我们捂住耳朵 收回视线 我们只看着脚下的路 我们要像那些庄稼一样 深深地扎根在泥土里 然后给自己时间 是给自己时间 慢慢成熟 人生变幻莫测 社会的生物中经久不停 我们歇斯底里我们也默不作声 但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朵花 开在生活的废墟之上 你知道只有你相信 它会发生的时候那朵花 它才会真的绽放出来 那朵花是你 那朵花是我 也是你 那朵花是你 就像那朵花 一朵花 在身材上 我看还要是你们 那朵花的 一朵花是你 我这个差 a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